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这天已经放晴了 雨伞可以收了 哦 那个 刚下过雨以后 太阳光比较毒 我们还是打着吧 哦 是吗 还有证明说吗 嗯 对啊 嗯 嗯 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 祭乐服呀 祭乐服 你要跟他一起参加祭乐节啊 没有没有 你那么激动干嘛 嗯 我怎么可能激动呢 不可能 没有啊 我明明看到了 幻觉 幻觉 那你再给我看一下 怎么可能给你看 怎么不可能 你来找我 就是为了让我陪你去祭乐节 对啊 以前不都是你陪我去的吗 那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 我连个肉身都没有 你还是找别人去吧 那如果你要是有肉身 还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 哪能有那么好的事啊 我就是问如果 问如果你就问如果呗 我又不是如果啊 你 哎呀 我劝你啊 还是别白费心思了 你还是找个靠谱的郎君 早点成亲生子 等到时候生个大胖小子 再来我们城隍庙祈福 我给你算个好名字啊 不用算了 生个儿子 我就娶名叫谢连 也行 那你得先找一个 新鲜的相公啊 新鲜的 你别给我后悔 你别给我 都是杰克 分明就是不够喜欢的 等季月节到了的时候 我非得要拉一个青年才俊 去城隍庙 让你好好瞧瞧 我沈卓月老才不是没人喜欢 快看一看 姑娘 姑娘 买个泥园吧 我这有月老 可以求姻缘 特别灵 瞧瞧吧 老板 你这儿有城隍吗 城隍 还真没有 那能捏一个吗 可是 那城隍老爷长啥样 我也没见过呀 这简单 我跟你说 你来捏 好嘞 姓谢 我得不到你们的人 我还得不到您的女儿吗 沈姑娘 张公子 求你这双眉紧肃的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不知在下 是否能帮上忙啊 张公子 听说你们与灵山庄什么都有 是真的吗 这是宁托在下寻找的显身兽 只吃桃花花瓣 饮尘时露水 所以喂养的时候 可千万要注意了 喂养六个时辰之后 方可让灵官献行 如此太好了 多谢少庄主 孟姑娘 张公子 我来 孟姑娘 有什么话 但讲无妨 你怎么带了那么多东西啊 这些都是聘礼 我们玉丁山庄 一向最注重礼价 既要提清的话 那三书六礼 自是不可缺少的 你之前 说的那个什么九元镜 能否借我看一下 勉强的话就算了 我就随口一提 不是 姑娘若是感兴趣的话 我今晚别差人俱取 明日祭月节 我拿给姑娘 想要摆地摊的话 出门诱着 你想要镜子 我差人去买 想要多少有多少 那又不是普通的镜子 难不成是因为张公子送的 才有特殊的意义 是啊 二位仙良 在下 就先告辞了 孟姑娘 明日有时 我在宜兰马头东等你 行 那我 还要试试 我还要试试 你还要试试 轩哥 这是什么呀 季月节穿的呀 你该不会是 也想邀请我去季月节吧 是这样 季月节呢 人多眼杂 正好是季伯峰动手的好时机 你跟别人去呢 不安全 可是我已经答应别人来 取消 答应别人的事怎么能随便取消 你要是不取消的话 我就杀了他 你 可是 我们两个已经结伴了 那个季月节是情人一起去的 我们两个一起去 那算怎么回事 我们是事出有因 不算违背伦理道义 山哥 你还真是毫无底线啊 对了 他说要在哪里等你来着 就是那个 我想起来了 宜兰码头东 那这样 有时三刻 我在宜兰码头西等 我还有事要忙 把衣服试一下 喂 你 这个小栓子 又发什么神经病啊 没想到啊 你也要去季月节 我是为了要调出姬伯峰 昌申总是接近小葫芦 我怀疑这个人别有用心 哎呀 小葫芦这么可爱 吸引一些青年才俊是合情合理的 你有什么好吃醋的 正所谓掌胸如腹 我作为兄长 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洋入虎口 对了 你找人查一下张身 我怀疑他有问题 我看最有问题的人是你吧 我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想保护小葫芦吧 然而你 月月 等我上了战场 立了军功 我就回来娶你 好 我等你 这衣服还留着呢 明明就是想跟我一起去 顾奶奶 你走路怎么不带声音啊 吓我一跳啊 说 是不是后悔了 想跟我一起去了 没有 后院柴后没了 我正找东西烧锅炉呢 死鸭子嘴硬 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跟你说一个正事 帮我查一个人 查到了有赏 有赏 你那儿都有什么好东西啊 这什么 显身兽 显身兽 你 你给我找了一只显身兽 显身兽 这里不过要是知道了 他杀了我吧 不想了 不想了 给他喝完汤之后 就得赶紧回陵渊了 乖乖 大不了把你带回陵渊 当作纪念品呗 就得赶紧回陵渊 就得赶紧回陵渊 嗯 凤姑娘 张公子 请 张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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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公子